今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一起由个祷告开始 天佛多谢赞美你 让我们能够在每日里面 能够经历的恩典 也值着今天我们回到一个殿里面 一起去敬拜赞美你的时候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都能够去仰望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我们主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生命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位 愿主亲自祝福我们以后的时间 愿每一个都能够 去开我们的心 听你的话 以至我心里面得着提醒 再一次多谢你 听我的祷告 以上祷告奉主明求 善恶 不知大家有没有 曾几何时 做过一些很糊涂的事 令到你自己很后悔的呢 最近在互联网里面 看见一段短片 有关有两位的警察 在旁晚的时候 去到新界一个的停车场里面 去执行一些任务 去看看一些地方的停车 有没有人忘记泊车给费用呢 所以那两位警察 就在乘车场里面 逐步逐步地看一看一看 原来真的发现 原来有些车 原来违离泊了 但没有给缴费 所以当时在里面 去逐一逐一执行他的任务 去发出一些告票 但当时也有一位男士 在停车场里面 就不知为什么 要拍下这两位警员 去执行任务的过程 而且在当中 他不停在里面 说了一些说话 去插警员 为什么你要抄牌呢 满用了警察的警力 反而应该去其他地方 去做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很理气力壮地说 有人投诉就没所谓了 你来抄的话 但是现在又没有人投诉 你为什么来抄呢 更加大声声就说 我要向那区的指挥官去投诉 这位仁兄呢 那份气焰呢 就把这条短片放上网 不知是否他觉得自己 很有理呢 很希望能够其他人去支持他 但是 却是得来一个回应 就是很多网民 看完这条短片之后 大家都觉得 这位男士实在很气厌 要回应一下他 也有些人心水清的网民 更加喜许底 原来发现这位男士 原来是一位 我条村的村长和区议员 被网民骂爆他 为什么区议员都做了这些事情呢 时间一日之后 当事人终于跪下了 要发出道歉的声明 承认有不适当的言论和举动 特此向公众和警员 在当中去冲心的致歉 同时又澄清自己 没有阻止警员 去对一些违例车轮进行票控 并且提及 那条短片里面 一些粗言畏语 只是警员离开了之后 跟村民的对话 所以日后必定会用正常的途径 去反映社会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段新闻之后 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可能都会觉得 一个人可以一个很好的身份 但却是背后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举动 这些举动也带来给他一些很令人反感的行为 所以因为一时的糊涂 不适当的言论和举动 就令到要自己公开的道歉 更加成为众人的目标 要不抵得要骂他 如果我们的糊涂得罪神的时候 我们又要承担什么的后果呢?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 《别作糊涂事》 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旧约的人物 就是素罗 不知道大家对素罗有多少的认识 在撒母义记上九章二节 就记载素罗 他是怎么样呢? 有健壮 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给他的 身体又比众人高过一个头 更加在第八章到第十章里面 神按照以色列人主流的民意 就为他们立下一个王去管理他们 神就阴点了素罗成为以色列第一任的特首 之后去到第十三章 素罗做了一件糊涂事 以色列人跟菲利士人打仗 撒母义吩咐素罗去到吉甲的地方 约定七日之后他会去到吉甲 去先献凡制和平安制给耶和华 财之后才跟菲利士人在当中打仗 还有叮嘱素罗要等候他的指示 不可以轻举妄动 但素罗等了七日之后 撒母义还未来到 跟随素罗的人一个一个离开 素罗就心急了 看见每个人都走的时候 就擅自在当中献上一个犯祭 当献完犯祭的时候 撒母义就说到 撒母义就对素罗说 你作了一件糊涂事 没有遵守 而是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素罗还未知自己坏了 而且大大声在当中为自己辩护 自作主张 是一个妄自的行为 但素罗没有因为这个缘故 去学习功课 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我们不难发现 素罗的皇位来到第十六章就不保了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十六章一开始 经文里面这么说 要说 对撒母义说 我既嫌弃素罗作以色列的皇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你将高游圣满了国 我猜遣你往伯特利 人叶西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 预定一个皇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 神预定一个皇是指哪个 就是大位了 究竟素罗在第十六章之前 做了什么事情令到神这么厌弃 这位素罗呢 令到他的皇位不保呢 今天我们会集中看 撒母义记十五章的内容 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三方面 好让素罗的经历 也都成为我们 在当中一个的境界 免得我们同样都犯了 做了一些糊涂事 令到神厌弃我们 首先我邀请大家一起读 撒母义记上的十五章 一道三节 看一下神要求素罗为他做些什么呢 我们先读一道三节 撒母义对素罗说 要说差遣我高利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 所以你当听杨耶华的话 万君子耶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在路上亚马力人 怎样待他们 怎样抵抗他们 我都没有忘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马力人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牛羊落堂和牢进行杀死 神吩咐撒母义对素罗在当中说 要与亚马力人在当中争战 将他们一切的伸促进行灭绝 不可以留活口 因此素罗收到神的命令 对于这场战事 他目无的松懈度 很小心去部署他的军队 如何去作战 又将寄居在亚马力人中间 一些基利利人分开了 避免濫杀无辜 最终素罗在此任务里面 能不能够成功呢 我们一起读第七到第十一节 记得 素罗击打亚马力人 从亚非拉直到埃及前的书以 山琴了亚马力和亚甲 用刀杀尽亚马力的众文 素罗和百姓却连率亚甲 也爱惜上好的豪羊羊羊羊羞怡拥一切美物 不肯灭绝 犯虾见受弱的 尽都杀了 遥话的话 临到撒母耳术 我立素罗为王 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 不跟从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撒母耳变甚幽伤 终夜哀求耶和 最终我们看到 素罗是大获全盛 但奈何 在他属灵层面方面 素罗却是输了 因为素罗没有听神的命令 神更加后悔立他为王 我们看到第一个 方面我们要避免 去学素罗的 就是不要贪爱一些美物 漠视上帝的命令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留心在第十五章 第三节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 就是神要求素罗 灭尽他们所有的 不可怜惜他们 就是说你不要心软了 要什么 全部都要杀青江 一个的都没得留下 可惜事已 原为 在第十五章的九节 圣经说到 苏罗和百姓 连识阿甲 也爱识尚好的牛羊牛毒 羊糕并一切的美物 怎么样 不肯灭绝 犯下战受弱的 尽都杀了 灭绝的原文就是分别 都归给神的意思 神在旧约的律法 在当中去指明 在战争里面 要从敌人劳略得来的财物 或者人的灭尽 目的是要表示 要将这些物件 完全奉献给神 因此 苏罗没有按照神的吩咐 完完全全的 在当中去灭尽 为什么苏罗会这样呢 圣经 给我们知道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苏罗连识阿甲 和一切尚好的美物 连识的意思是 人的同情心 和连识之心 苏罗和百姓 看见上好的牛羊 不忍心在当中去灭尽 反而老弱伤残的牛羊 就灭尽 相信大家都不难明白 因为上好的牛羊 对当时人来说 是一些很好的财物 是很好的财产 对他们很有利 至于阿甲 素来又为什么要连识呢 难道他想要 宽恕神的仇敌 用爱心感化他 希望他能够改过自身 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 就是苏罗很想把阿甲 带回去以色人中间 目的是要告诉人 他有多厉害 他有多厉害 连神和以色人 心目中的眼中钉 他都能够捉到 如果他能够带回去 以色人中间的时候 他有一份优越感 那份自豪 就能够令到自己很飘飘燃 素来最终没有听神的命令 不单止因为贪爱物质 更加要追求虚浮的荣耀 怪不得在《撒母耳记》第十五章一节 一开始 再三提醒素来 药华猜显我高里为王 治理他的八成以色列 所以你应当去听从药华的话 可惜素来却是做不到 曾经在网上看见一个搅拌机广告 这个牌子 他的搅拌机 说到 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搞税 做一个卖点 所以他经常把很多不同的物件都放在这个搅拌机里面 去搞搞搞搞 告诉人家他的刀锋多么厉害 他证明这部搅拌机的威力是很厉害的 有一次他在这个广告里面 他把一部全新的生果牌的手机放入这个搅拌机里面 影片开始的时候还说要献给生果牌的创办人 乔布斯 那一部又新又先进的手机 一放进这个搅拌机没多久 整部手机就粉碎了 就变成粉末 当时看见那一刻 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有什么感觉 如果看见一个生果牌的手机 放到搅拌机 变成碎了的时候 心里面怎样呢 可能大家也没有感觉 但我心里面就觉得 哇 这么浪费啊 送给人就好了 如果送给我就好了 这种就是连述 很有连述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焦点 很容易摆在哪里 摆在不是那部搅拌机里面 而是摆在那部手机里面 但是对于这条短片的目的 那个主持人来说 其实他不是想摆在那部手机里面 而是很想给人听 我一部搅拌机是多么威力 多么厉害 很想证明给人看 所以因此 若果我们的生命焦点 若果有半点偏差 我们就很容易不听神的命令 将焦点摆在其他地方里面 被自己的私欲 在当中主宰自己的决定 亲爱的言之妹 我们要小心 今天我们可能都没有像素罗一样 被世界的事物 或者好像世界虚浮荣耀 有时候我们都会软弱 好像素罗一样 会被这些世界的东西影响我们 但不要忘记 我们要听从神的命令 不要因为这些世界的事物 令到我们的生命有偏差 圣经讲得很清楚 就算一个人有多少好的恩赐 有多少的热心 去侍奉 去祷告 在教会里面担任多少的高层 若果他的出发点有多好的时候 若果他不听神的说话 这一切都是没什么疑似 神同样不会阅纳他的侍奉 就算他多么为主 大发热心 也好神都在里面 都不会认同 亲爱的弟姐妹 神今天去寻找可以用的人 最重要的是 那些能够听神说话的人 又愿意去跟从他的人 所以让他看到素罗的糊涛 他不单止在里面给我们学见 我们要避免贪爱一些美物 不要漠视上帝的命令 第二方面我们都要避免去学的就是 死不认错 企图去掩饰所有的恶事 我们一起去读第十二到二十三节 撒罗清早起来迎接 撒母义清早起来迎接 撒罗 有人告诉撒母义说 撒罗到了家密 在那里立了纪念碑 又转身下道吉甲 撒母义到了 撒罗那里 撒罗对他说 愿耶华赐福如来 耶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 撒母义说 我以中听见有羊骄偶命是从哪里来的 撒罗说 这是百姓从雅玛利人那里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华你的神 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 撒母义对撒罗说 你住口吧 等我将耶华作业向我所说的话 告诉你 撒罗说请讲 撒母义对撒罗说 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少 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华高里作以色列的王 耶华猜遣你 吩咐理说 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马利人 将他们灭绝正尽 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华的命令 今亡老略财物 恨耶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苏罗对撒母义说 我实在听从了耶华的命令 恨了耶华所差遣我的道路 琴了亚马利黄亚甲来 灭尽了亚马利人 百姓却在所当物业物中 取了最好的偶羊 要再吉甲献与耀华你的神 三母义说 耀华喜悦凡制和平安制 喜悦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听命圣于献制 信从圣于公有的自由 半夜的罪与行邪恶的罪相等 还紧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嫌弃耀华的命令 耀华也欠你作和 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 我们不难发现 就是素罗对自己犯下离天的大罪 得罪神 甚至在加密的地方 为自己立下一个碑 纪念自己打圣仗 然后回到吉甲 当他自己尖尖自弃的时候 神又猜派了撒姆尔去见素罗 素罗很理气的力状 去撒姆尔在当中表达 第十三节说 而华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不知大家觉不觉得很奇怪呢? 素罗一见到撒姆尔这么多话不说 偏偏说 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不知大家会不会见到苏牧师的时候 或者见到你的团体牧者 或者传道人的时候 你会跟他说 有何命令我已经遵守了 会不会? 有多少人会的? 举手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你们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吗? 应该有的 但一看到人就会说 一般人也不会这么做 但我想为什么 甚至要这么做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他觉得自己信心不足 觉得自己已经守了神的命令 很想说给人知道 得到别人的称赞 就四维说给人知道 我已经守了神的命令 遵守了 第二 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一些心中有愧的人 做不到神的要求 为了先发祭人 不让人问 主动出击 就告诉别人 我已经守了 但究竟素罗呢 是否真是遵守了神的命令呢? 还是他自己在当中 在掩饰一些东西呢? 但从《尚命客》里的描述 我们会看到 素罗上一次在当中 去施子献制犯错之后 撒妹尔就对他说 在第十三章十三节 你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吩咐你的命令 而今次他打亚马利人之先 在十五章一节 撒妹尔再次提醒他 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还 在素罗心里面 可能一见到撒妹尔 就会想起他会说 守耶和华命令 守耶和华命令 素罗可能为了避免 撒妹尔的啰嗦 就主动回应 姚皇的命令我已经守了 我已经守了 但很可惜的是 子却是不能够包住火 因为那些牛、那些羊 在这个时间 又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一起会叫的 撒妹尔心里又素罗 若果素罗真的遵守了神的命令 为什么那些牛、那些羊 在哪里来的呢? 可惜素罗没有把握今次的机会 马上的认错 反而他立刻表达 不关我事 我没有做错 有错都是我的百姓错 把这些东西卸给其他人 他在15节5里说 这是百姓从亚马利人那里带来的 他不是说自己 是说百姓从亚马利人带来的 因为他们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 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 其余我们都灭尽了 所以撒妹尔听完之后 火都来了 马上在当中去责备素罗 在18、19节里面说 神吩咐你要去灭尽静尽 亚马人一切 即是包括人和伸俗 为何你没有听姚华的命令 急忙去努力这些财物 恨耶和华眼中捍为恶的事 但是这个糊涂的素罗 仍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一点贿意都没有 虽然神三番四次给他机会 他在当中认错 但是素罗仍然觉得自己没错 甚至在20节 21节他这样说 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恨了耶和华所猜显我恨的路 禽了亚马力王亚甲尼 灭尽亚马力人 百姓在所 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偶羊 要再吉甲献与要还你的神 请大家留意 素罗用了四个动词 还有一个很得体的理由 去为自己在当中辩护 就是听从了 恨了 触禽了 以及灭尽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就是想着 将这些最顶好的肥牛 肥羊 打算在吉甲里面 当礼物送给耶和华 很可惜的是 素罗得尼的回应 相信他连自己发梦 都没有想过 臣单止没有欣赏他这份细心 反而以他这份叛逆 还紧的入罪于他 使他与行邪述 和拜偶像的罪 一同在当中去看待 问题在哪里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呢 原来叛逆的罪 就是说到他独立自主 不肯在当中去顺从 而还紧的罪 就是偏执自己的意见 连神的说话 在当中他不听从 正正是素罗 因为惧怕百姓 宁愿听百姓的意思 当过听神的说话 虽然他口口声声都说要欣赏最好的给耶和华 但其实素罗没有以耶和华为神 因为他行事为人 都是以自己的心意去作主 根本不要将主权在当中交给神 随意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意思 来改动神的要求和命令 即使他去看自己和神的地位是看齐 不再去接受神的领导 不单止是这样 素罗更加将责任推卸给百姓的身上 以为可以洗脱罪名 掩饰他的罪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人类的始祖开始 人真的就不禁于顺服神的主权 以为吃了分辨是恶的果子 就如神的一样 令到人犯罪 不以神为神 犯错之后又互相推卸责任 当阿当被神问及 是不是吃了神吩咐 不可以吃我棵分辨是恶树的果子的时候 他卸责地回应 是你所赐给我和我一起的女人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 我就吃了 而夏娃亦卸责地回应 是我的蛇去欺骗我 我就吃了 这种意图卸责 坚拒认错的劣根性 都今天在我们人类的身上 仍然在当中传流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犯错之后 我们有没有真的好好去检讨自己呢 还是仍然好像我们始祖一样 仍然在当中去卸责 死不认错 甚至可能将错去美化它 甚至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藉口 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如果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去好好地求卸面 素罗的糊涂 他不单止在当中得罪神 更加他不单止在里面死不认错 去掩饰罪案 更加第三方面 我们要避免的去学习素罗 就是不要虚偽的认错错失了卸面的机会 圣经说给我们知道 素罗王被神厌弃的原因 是因为他犯罪之后 他不单止意图卸责 坚决的不认错 而且他更加被神讨厌 因为他虚偽的认错 一错在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读第十五章的二十四到三十一节 素罗对撒母义说 我有罪了 我因惧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撒母义对素罗说 我不同你回去 因为你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嫌弃你作以色列的和 撒母义转身要走 素罗就扯住他的外婆伊甘 伊甘就扯断了 撒母义对他说 如此 今天要使以色列各与你断绝 将这一个赐予给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方 也不自后悔 因为他回避世人 决不后悔 素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王 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 于是撒母义转身跟随素罗回去 素罗就敬拜耶和华 当撒母义在22到23节里面 宣告素罗的罪恨和刑罚之后 素罗就对撒母义的回应 显然和之前有180度的改变 因为在第24节里面 这样说 我有罪了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他不单止说了一次 更加是说了两次 在第30节里面 也这么说 我有罪了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你的神 作为一角之君 能够承认自己有罪 要求别人的原谅 在人的眼里面 实在很难得 但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 我们仍然不明白 为什么神仍然要离开他呢 在第18节里面 这样说 要说以色列的国与你断绝 将这一角赐予 给你更好的人 为什么神不给他多次机会 悔改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可能其中要明白 当中的原因 可能我们要留心 第24到第25节里面 说 我有罪了 我因具怕百姓 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和理的言语 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耶和华 我想问大家 苏罗有没有为自己犯错 真心悔改呢 有几人觉得有的 没有啊 有几人觉得没有的 哦 很多啊 对啊 好 虽然呢 可能大家都在里面 都觉得 罗罗是没有真心悔改 但是呢 也都在里面 我们看见 其实 他真的没有 真心悔改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如果呢 你可能 你会不会想一下 如果他在里面 他说到 他自己 他肯认罪 并且去敬拜神 那么这个算不算是悔改呢 可能呢 大家都有个疑问 所以大家再看看 撒母义基第26到27节 其实呢 他拒绝了 撒母义拒绝了 罗罗的要求 在26到27节 撒罗怎样回应呢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真相 究竟他是不是真心悔改呢 在30节里面说 撒罗说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呢 在我的百姓 长老 和以色列面前呢 怎样呢 抬举我 同我回去 我好敬拜 姚华你的神 大家看不看到呢 撒罗认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 求你在我的百姓 长老 和以色列面前 抬举我 抬举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抬举的意思就是 给我一份面子 给我一份尊严 我 给我一份尊贵 我 就是说 撒罗认罗要求 撒母业 求你在我人民的长老面前 Wolf of thexi 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给我一些面子 原来他认罪的背后 只不过是为了面子的缘故 希望其他人仍然很好地去对他 并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为自己的软弱去承认责任 承认做错 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当人心里面 不是为自己的罪去难过 只是因为惧怕犯罪的结果 而去认错的时候 纵然他口口声声地道歉 声泪俱下 甚至可能做90度鞠躬 甚至要刊登声明都好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认错 只不过是很想告诉人家 他已经做了 但却是心里面 未是真正 完完全全 在当中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以在诗篇51篇17节里面说 神所要的罪就是忧伤的灵 神那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不兴堪 大卫皇曾经犯下 奸人和杀人的罪 比起素罗的罪带了很多很多的倍 但是为什么大卫最终都得到神的赦免和人的接纳呢 在因为他的罪行被揭发之后 立即真诚的回应 他说了一句说话 我得罪了耶和华 大卫没有将犯罪归咎于在拔士巴的公开的冲凉 也没有将责任归咎给其他人 为什么你不提我 为什么你不阻止我 他没有只是单单的承认 我得罪耶和华 大卫更加毫不隐瞒的 将自己的软弱 将自己认罪的事 写成一个奋费诗 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 一方面是要表达他对人民的协议 另一方面也都要让别人去学习 一个真诚认罪悔改的诗歌 为要让人知道得罪神赦罪和被人接纳的途径究竟是怎样 当人真诚为自己的罪难过 而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被揭发而感到难堪的时候 神一定会赦免 就好像大卫一样 当撒母尔向素罗宣判之后 素罗仍然没有珍惜神给他悔改的机会 也是因为从此之后 素罗再见不到撒母尔 素罗亦是再听不到神对他的说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我们真的要珍惜 趁我们未泥足深陷 而觉得神仍然责备你的时候 知道圣灵仍然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们还有机会 我们仍然要在当中去把握 去到神的面前 为自己的罪去悔改 相反 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话 不悔改 不听神的说话 听不入耳 很厌弃神的说话 可能机会就没了 在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十节里面给我们 神给一个很宝贵宝贵的应许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剩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 便是以神为说方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最后在总结的时候 我们看见 扫罗被神厌弃的原因 并不是他一切的犯错 他不听神的吩咐这么简单 而是他没有珍惜 神给他的机会 去认罪 去改革 而没有在犯错之后 好好检讨自己的生命 承认自己对神那种不信服 以至一错再错 被神厌弃 同样今天 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已经完全信服神的命令呢 还是我们心里面 我们都仍然有点保留 仍然坚持自己的方法 不愿意在当中去悔改呢 我们一起有祈祷 当大家低头的时候 很想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让大家一起去思想 今天是2018年 最后一个主日 如果在过去一年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仍然有一些地方 可以得罪神 神很多很多次提醒我们 要为我们这些得罪的地方 去悔改的时候 或者圣灵也提醒我们很多次 我们真的要在里面 不要再在里面打滚的时候 但是 我们心里面仍然有很多的挣扎 仍然还未愿意 去顺服神的吩咐的时候 愿意今天 这段的经文 再一次提醒大家 给大家去思想 今天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愿意大家在座位里面 将你今天的领受 甚至将你 很想在当中去回应神的 用你的祷告 在当中去跟神去说 如果有认罪的 也都很想大家在座位里面 向神认罪 将我们过往2018年 所有得罪神 甚至我们未认罪的地方 去做一次 在神面前 诚心的 去痛悔 将我们心里面的难过 向我们里面那种软弱 很想告诉神听 以致我们能够去 面对2019年的时候 重新开始 去那个神所契约的生活 很想大家在座位里面 向神回应 一分钟之后 就担令大家一起祈祷 天父就要献上感谢 和赞美 你让我们能够 借着圣经里面的说话 给你心里有提醒 愿意我们能够 继续在当中去学习 和去顺服你的说话 直到今天 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都会遇到 很多很多的 不同软弱的地方 有时我真的会得罪你 也都会遇到很多的试探 有时我们会跌倒 但愿我们这些的得罪犯错 我们最终都来到主的面前 恳求你的宽恕 恳求你的怜悯 所次临到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知道 我们作为你的儿女 你喜欢我们的圣洁 你喜欢我们 是一个真是 守洁心清的人 求主你都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有得罪你 或者得罪人的时候 我们真的以一个坦诚的心 能够向人去表达 不是用好像世人的方法 用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 去加添在道歉里面 求主亲自帮助 纪念我们 更加可以学习 好像大卫一样 我得罪了神的时候 就在当中 很清楚去诚心去表达 我们得罪了耶和华 求主亲自宽恕 求主亲自去纪念 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 立志认罪的祷告 求主亲自宽恕 再次多谢赞美你 以上祷告 方知名可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